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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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看到核桃有很多种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问过老板才知道 看我旁边的就是这里的老板了 老板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里 你看核桃有那么多种 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它品种不同 价格也不同 那这种跟这种有什么不同呢 这是普通的 这是散装的 我们这种是包装 是精品的 哦 那价钱上面呢 这样上面也不同 这个是29块 普通的是29块9一斤 这个包装的精品那种的话 相当于是59块9一斤的 但是它们都是核桃 为什么价钱相差那么远啊 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越高的 那个里面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了 刚才老板也有说到 一分钱一分货 这种核桃它的价钱更加高 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更加高的 那究竟老板说的是不是真的呢 究竟核桃它的价钱是不是越高 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的呢 口讲无憑 我们还是要继续调查 调查之前我们要先清楚 判断核的营养价值它的标准又是什么 抗减一种食物它的营养价值呢 可能会从其他方面 第一个就是蛋白质含量 吃饭含量也就是三大一大物件 还有一个就是碳水化污 这是三个主要的一个指标 其中蛋白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再有一个就是酶素 矿物质 一些活性物质 这几个秒钟 通过专家的解释 我们可以知道 涂含有丰富的蛋白针 为了查清核桃是不是越贵 营养价值就越高 也就是蛋白质含量是不是越多 我们的调查员买了三种价钱不同的核桃 分别是29.9一斤的普通核桃 41.9一斤的山核桃 和59.9一斤的纸皮核桃 而为了减少误测 调查员有另外一家商店 同样买了这三种核桃 一起送去检测机构 分别检测他们的蛋白质含量 为了方便直观 调查员把这几种核桃都编了后 编号1、2和3的核桃 就是第一家店的普通核桃 山核桃和紫皮核桃 编号4、5、6的核桃 就是第二家店的普通核桃 山核桃和紫皮核桃 我们现在拿到六个样品 今天还是要做蛋白质含量检测 首先第一步是将核桃磨成粉 然后加水提取 经过一系列的检测 结果显示 1号普通核桃和4号普通核桃的蛋白质含量 分别是每100克19.2克 每100克18.5克 2号山核桃和5号山核桃的蛋白质含量 分别为每100克17.4克 每100克17.11克 3号紫皮核桃和6号紫皮核桃的蛋白质含量 认为每100克18.81克 每100克18.27克 从数据上来看 几种核桃蛋白质含量差别并不大 从检测结果来看 三种核桃的蛋白质含量 相差都不是很大 甚至乎普通核桃的蛋白质含量 要高于其他的两组 那为什么它们营养方面相差不是很大 但是它们的价值相差那么大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专家 它的营养价值 其实整体的价值差不多了 至于它的商品价值 为什么走这么高 或者是不一样呢 它可能跟它的供需 还有它的一个 这个人家它使用 或是说这种核桃它食用起来 方不方便 对 比如说那个纸皮核桃 它可能比较容易脆 比较容易一掰 有一些核桃可能比较伤核桃 因为它就比较硬 硬的话可能就是 掰起来就比较难 使用比较不方便 对吧 它可能还有就是 它那个供需 就是有些地方厂的很多量很大 有可能它就会便宜一点 有些比较少 比如说是来自比较远的地方 比如又贵又比较贵 是吧 这些东西综合厂 它影响它的价值 它的十一山的价值 就会变得一样 原来 山核桃和纸皮核桃 只需价钱更贵 并不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更高 而是因为它们的口感更好 纸皮核桃更加因为出人率高 食用方便 所以价钱就更贵 看到这里 各位观众就要记住 如果单从追求营养价值来说 就没必要买价钱更贵的 山核桃或者纸皮核桃 不过如果想要口感更好 食用更方便 那就可以选择山核桃或者纸皮核桃 原来是这样 看来格格越高的核桃 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看到这里 我就有个疑问 对于这种核桃 它有这么高的营养价值 那怎样吃才是最有营养的呢 有人说生食是有营养的 有人说煮熟食或者炒熟食才有营养 还有人说吃核桃粉才是最有营养的 那到底哪一种说法才是对的呢 你觉得怎么吃是最有营养的 是生吃呢 我是生吃 应该生吃好一点吧 因为那个是没有破坏一点 生吃每天长上两个 每天长上两个 合完牛奶就吃两个 剥开直接吃 生吃 生吃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它的那个营养 因为加热的话营养会流失吧 我吃核桃一般都是拿来煲汤的 就和那些汤料一起煲汤 我觉得这样子营养会好一点 尤其是用一些蛋 或者磨的粉来出 从采访结果来看 大多数人都喜欢生食核桃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吃起身会比较方便 而且大多数人都认为 生食和熟食是最有营养的 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 无论如何吃的话 他们的营养价值都是一样高 只不过有人喜欢生食 有人喜欢熟食 究竟怎样才是好的呢 生活调查团继续为你调查 核桃是食疗的佳品 关于它的食饭亦都多种多样 有人喜欢生食 有人喜欢熟食 亦都有人喜欢充核桃粉来饮 那核桃应该怎么吃才更加营养 每位街坊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为了搞清楚哪种食法更有营养 我们的调查员就决定 亲自做一次实验 好了 大家看到桌面上 已经准备好一个锅 还有三包核桃 分别都是标上一号 二号 三号 这三份都是生核桃 还有一份就是核桃粉 首先我会先将一号的生核桃 用鉗弄碎它 然后放入锅里煮十分钟 之后我会将二号的生核桃 用鉗弄碎它 然后放在锅里炒十分钟 而三号的核桃是不做任何的处理的 现在开始了 好 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现在放在锅里的生核桃 就已经煮熟了 那我们现在先撈出来 然后我们将一号的袋上 做上一个标志 一号的就是煮熟了的核桃 接下来我们就要将二号的生核桃 放在锅里进行炒 好了 现在放在锅里的生核桃 就已经炒熟了 我现在先关火 接下来把它放到二号的袋里面 好了 二号的生核桃炒熟了之后 已经完成了 我们继续密封 接下来在上面写上标记 一号和二号的核桃 就已经经过了煮熟和炒熟的处理了 我们现在将它们和三号的核桃 还有这包核桃粉马上送去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看看一号和二号 经过处理之后的核桃 它的蛋白质含量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还有这包核桃粉 它的蛋白质含量又有多少呢 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调查员 将买回来的同一品中的核桃分成三份 并且编号为一二三 一号核桃是经过煮熟处理 二号核桃是经过炒熟处理 三号核桃不做任何处理 然后将它们和同一品中的核桃粉 一起送到检测机构 检测它们的蛋白质含量 接下来是要做蛋白质含量检测 净我检测 经过检测 一号煮熟的核桃蛋白质含量 为每100克15.75克 二号炒熟的核桃蛋白质含量 为每100克15.43克 三号核桃蛋白质含量 为每100克17.5克 而核桃粉的蛋白质含量 为每100克4.49克 通过比较可以知道 煮熟的核桃和炒熟的核桃蛋白质含量 并没有什么差别 生核桃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 而核桃粉的蛋白质含量是最低的 为何同样的品中的核桃 经过煮熟或者炒熟之后 蛋白质含量会降低的呢 核桃粉的蛋白质含量 为何会那么低的呢 既然核桃有那么高的营养价值 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 我自己的节目当中 我们知道核桃并不是越贵越有营养 而且经过煮熟或者炒熟处理的核桃蛋白质含量 都降低了 核桃粉的蛋白质含量更加是最低的 那又是为什么呢 接着你继续为你解答 单纯从那个核桃来讲呢 我们讲有些这个生呢 可能真的会比那个熟的要会高一点 因为从蛋白质来讲 可能它影响过很大 那熟的核那个生的呢 它的蛋白质变性呢 有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消化一点 但是呢 但是还有一些它里面的一些 活性成分的时候呢 这些有一些不保护的脂肪酸 如果是说可能比较热 比较高温的情况下 可能它会产生一些 就是一个键 那个化学键的变化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保护脂肪酸 这样子的讲 它可能是说对它的营养价值的讲 可能产生一些影响 对比情况下呢 可能生吃 如果是说生吃的方法 可能会稍微会好一点 这样 核桃粉它是一个再加工的 一个什么题材呢 再加工呢 它其中会不会添加其他东西啊 添加那些一些 碳水化合物部分含量高了一点 这个情况下 我们其实可以 从一个正确的一个商标 因为一个比较正规的商标呢 它会有标注 你给你大白质含量多少 碳水化合物含多少 各种营养物质 情况它都会列出来 这样列出来的话呢 可以对比一下 它就知道每个营养价值 会很高原 刚才的专家就说了 高温不单止会破坏蛋白质 甚至会破坏核桃当中的维生素 等等的营养物质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三种核桃它的维生素含量 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结果显示生核桃的营养素含量 为每100坑41.500毫坑 主属核桃的维生素含量 为每100坑34.400毫坑 炒素核桃的维生素含量 为每100坑31.200毫坑 主属核桃和炒素核桃的维生素含量 都大大低于生核桃的维生素含量 看到这里相信各位就已经清楚了 生食核桃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而核桃粉虽然说好饮 而且饮用又方便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就不是很高 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容易造成营养流失 而且为了口感更加好 它还会加一些糖精等等的添加剂 所以说想要核桃吃得更加有营养价值 就是生食了 看到这里相信各位观众朋友 又有一个疑问 核桃的营养价值那么高 那今天是不是吃得越多就越好呢 吃得越多就营养越充足呢 先生,不然今天好吃了 你怎么不好复习 怎么吃这么多核桃 你不知道吗 吃核桃能补脑 我现在吃了那么多核桃 这次考试一定不会吧 真的吗 能不能补脑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你吃这么多 我当你想话不容易 还可以转叹 研究一下它的高水质呢 啊,不会吧 对啊 因为别吃这么多了 但是很好吃啊 在上面的调查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核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因为核桃味道好 很多人一吃起核桃就停不住口 一个一个接着不停吃 但是上面的短剧当中说到 一次吃太多核桃会造成消化不良 还会引起肥胖等其他成长 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啊 留言片说,查了再说 接着你,我们继续为你调查 你觉得吃核桃是否早胖吗 很一会儿胖吗 我觉得不会 对肾和脑好 怎会肥呢 那些不存在肥的 又不是吃很多 每次你大概吃什么 我一般吃两个 三个的 不是吃很多 一人吃三四个 四五个 一人吃两个 或者吃三个 在调查,大多数人都觉得 吃核桃是不会变肥的 亦都不相信吃核桃会变肥 但是我们在网上查的资料 看到,说吃核桃是会变肥的 那上面提到 吃核桃会肥是无中生有 还是空月来风 到底吃核桃是否真的会变肥 我们一起去听一下 专家怎么说 核桃吃多了 肯定脂肪会高 脂肪高了 热量高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蛋白质 有些人可能 它消化能力不是那么好 吃了可能会产生 不屑都有可能 我们吃什么东西多了 饭是多了 一样会引起肥胖 核桃你作为一个主食 无论什么东西 如果是天天都吃 吃那么几十颗 然后你又成长 吃其他饭量 照样骨感 其他肉类 什么东西都不 还是这么多 又在这个肌肤上 增加了实际 而足够 但热量肯定是提高很多 所以说肥胖 胆不成高 还有血脂高 那肯定是有必要的 但专家就说核桃的脂肪含量 是有很多的 如果吃多了的话 腸胃离不止消化 就会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而且脂肪有很高的热量 吃多了就会很容易肥 到底核桃含有多少的脂肪呢 我们一起来检测一下 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合理性 我们的调查员同样选择了用普通核桃 山核桃、紫皮核桃 这几种最常识的核桃作为检测对象 在经过一系列的检测之后 结果显示 普通核桃的脂肪含量为每100克 58.8克 山核桃的脂肪含量为每100克 61.3克 紫皮核桃的脂肪含量为每100克 53.2克 虽然这三种核桃的脂肪含量有所不同 但可以看出 这三种核桃的脂肪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一粒这么小的核桃 它的脂肪含量居然有这么高 看来以后要少吃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一天吃多少才合理的呢 我想各位观众朋友都想知道 不如我们一起来问一下专家吧 一般来讲我只能吃几个 30个这样的一个量都可以 核桃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每日坚持食用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特别是处于怀孕期的人 就更加应该坚持 这样有利于小朋友的健康发育 但因为核桃脂肪含量多 熱量大 所以每日不宜吃太多 一日只需要吃三到四个就可以了 不过也要适当减少其他脂肪的善饮 以免热量涉入过多 造成消化不良 现在肥半 虽然核桃是好东西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呢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有一些 胃肠道消化功能 不是很好的 人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感染的病人 比如说 这个时候胃肠道不是很好 有一些这些病人 消化功能不好的人 肯定不能吃这个东西 至于小孩子流鼻血 这个东西呢 跟我们说有时候说 小孩子流鼻血 不可能是一个热 但也有一些 可能它的皮肤腌膜不是很好 很容易很脆 因为东西比较干燥 容易破裂的时候也很容易 可能是核桃的东西 我们说它是性贫 会比较干的 它也都是很燥热的东西 核桃营养丰富 无论是大人 小朋友 还是老人家 都适合吃 特别是适合努力工作者 和青少年 因为这部分人 往往用脑过渡 经常吃核桃可以保脑 增强努力 而且神虚 肺虚 神经衰弱 气血不足患者 就更加应该经常吃 这样又离于身体康复 不过那些辐射 饮去火旺症 痰而咳嗽 便糖辐射 以及痰湿重者 就不宜服用了 好了 调查到这里 相信各位已经清楚了 核桃的价格 并不是说越高 它的营养价值就是越高 所以说大家以后 去买核桃的时候 就要注意了 如果你是单单 追求核桃的营养价值的话 就没必要去买那些 更加贵的核桃了 虽然说生食核桃 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但是一天都不适宜吃太多 一天只需要吃三四个 那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 就要特别记住了 阴血火旺 又或者是容易流鼻血的人 还有就是有急性肺炎 和支气管擴张的人 是不适合吃核桃的 好了 今期节目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知道 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 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